A家的四月 大家好 歡迎來到A家的四月號 這個月呢我們的十一課講到了翻唱歌曲這個東西 什麼是翻唱歌曲呢? 英文叫做cover So what is a cover exactly? A cover is when a singer sings something that was first released by another person 所謂的翻唱歌曲大家應該都知道 就是非原唱者去翻唱某一位歌手的歌曲 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做出重新的詮釋 那其實常見的翻唱歌曲有以下我要解釋的三個種類 那第一個種類呢叫做language switch 語言轉換 那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? This is when a song is recorded in a different language 所謂的語言轉換呢指的就是當一首歌被以另外一個語言錄製 那最近有什麼有名的例子呢? 像是蕭敬等有一首歌叫做喉嚨 就是翻唱自澳洲歌手tones and I 的dance monkey 那第二種的翻唱種類是什麼呢? 第二種的種類叫做tribute 所謂的致敬 This is when a singer remakes an old song by an artist they admire 這是指呢某一位歌手他去重新製作他景仰的創作者所唱的歌曲 常見的例子有什麼呢? 大家應該都知道梁靜茹跟五月天對吧? 那其實梁靜茹呢他就曾經翻唱過五月天的純真這一首歌 最後一種的翻唱類型呢叫做youtube cover 這個大家應該更不陌生了想必你們點開youtube就可以看到很多的翻唱歌手在youtube上面活躍著 那應該說近期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歌手他其實就是從youtube上面翻唱歌曲來開始他的事業的 這位歌手是誰呢?其實就是Ariana Grande Ariana Grande back in 2012 Grande uploaded a cover of Mariah Carey's Emotions Ariana Grande她在2012年的時候呢翻唱了來自瑪莉亞凱莉的Emotions這一首歌曲 Many people credit her YouTube videos with starting her career 那很多人呢就認為說他的演唱事業能夠展開呢其實都要歸功於他在Youtube上面做的很多翻唱的歌曲 那你呢?你最喜歡哪一種類型跟哪一首的翻唱歌曲呢?可以寫下讀者回函來跟我們講囉 想要知道更多四月號的內容就趕快翻開我們的雜誌吧!我們下個月號見掰掰!